心未動心意遠 這個長假 大家就跟著我琪琪 一起找一個美麗的地方去度假 我想大家一定很奇怪 究竟我何時去了外國 大家不知道 其實這裡不是在外國 雖然大家感受到很多外國的建築 其實這裡是深圳 這裡究竟是甚麼地方 其實這裡就copy了 整個歐洲的小鎮 印特拉根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我們都不需要去到外國這麼遠 其實在深圳這裡 都可以看到很多外國的建築物 真正的印特拉根 在遙遠的阿爾卑斯山腳下 屬於瑞士的德宇區 印特拉根 在德文裡面 是兩湖之間的美麗小鎮 所以深圳這個印特拉根 就背靠青山 被湖泊濕地所圍繞 對啊 中山 這麼多大 很漂亮的采圖 窗台上出足鮮艷的花 把小街打扮成一條花街那麼漂亮 整個小鎮都蕩在欣德拉根湖當中 真是一個很天靜的瑞士山地小鎮 這裡好像迷宮 看看這幾天究竟玩甚麼好呢 有濕地花園 有火車 火車站 我們剛才進口那裡 不如進商業街看看 看看可以買甚麼手信回去也好 小鎮上面有一些小店 每一間看起來都很有魂味 而他們所賣的東西 據說全部都是跟瑞士的欣德拉根一樣 真是很有趣 很多人都知道瑞士是中標王國 在這個欣德拉根小鎮裡 我發現有一間店買很多中藥 而且很多都是從歐洲過來的 這間店從鼻板到天花板 都揚映著很濃郁的歐陸氣色 不過很可惜 我們進來的時候 就不是正點 不是的話 就可以看到整間店的鐘 都會彈一隻腳出來 咕咕咕咕的響 那真的有意思了 那這裡的鐘 有些是原木造的 而有些是青銅造的 那我面前的這個鐘 是不是很長 很夠氣勢呢 我就是喜歡這個 其實也不是很貴 人民幣呢 一萬六千八百八十八塊 所以我決定買這個回家 鐘標好像貴了一點 買來做手信似乎奢侈了 讓我找找看看有沒有更好的東西 最重要就是便宜得來又好看 這裡不僅有鐘 還有很多別 這隻夠大 拿回來蒸魚 說笑 陽光明媚 在這麼寧靜的街道上面 哪怕什麼都不做 只是只是散步 我都已經覺得很消遣了 不過呢 如果有幫零食拿在手上 我想會更加開心 而且呢 如果你想買一些零食回家 這裡世界各地的零食都可以買到 有餅乾 蛋糕 糖 還有一些涼果 那我當然選擇一些餅乾 這個是韓國的 不知道是否剛剛認識 這個是日本的和風美食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都夠便宜的 聽我們的同行攝像大哥 說笑地說 在這裡租金店做小生意 都比在外面更好 等了一會我就回答他 這裡其實就好像一個夢 偶爾來放鬆一下 燃起激情 然後再回到現實當中 明天敬請繼續收看 無比奇妙 和我琪琪一起去旅行